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要注意的是不能破坏作为导线的第一层发片 耳后发际线长度设定 从耳上点到耳后发际线转角点 平行耳后发际线形状取发片 并且相对地面45度角提拉 设定导线 从第二个发片开始 也同样采用写取发片 并将此发片提拉到刚修剪过的第一个发片的位置 进行修剪 设定侧区长度 将耳后发际线最高位置上的发术长度作为导线 并将此发术相对头皮临角度提拉 以直线修剪 从耳上点到脸周围 采用平行与脸周围发际线斜向分区 分出刘海到两股股中间的发片 提拉至头皮同样的高度 并将长度设定在眼睛的位置 再取第二个发片 瞳孔到眼角部分 同样平行与头骨及脸周围发际线 自一面45度提拉线线 进入第三层发片 同样采取向前45度脚提拉线线 此时的45度脚指的是平行与脸周围发片上下的角度 此时的45度脚指的是平行与脸周围发片上下的角度 而相对头皮为零角度 到黄金点为止 都以同样的方法进行修剪 最终呈现出蘑菇形线条 之后再确认定角周围线条 做去角修剪 并且以黄金点为中心点 在自然取落的位置上 放射状45度脚提拉发片 创造线条 进入底区 从耳上点分区 取出中心导线 三对头皮45度脚 一层次修剪 从第二发片开始 以斜指发片 放射状皮拉修剪 从而去除耳后的发量 继续剪 竹局 尽工 顶尾 进入底区 掇售剪 开尽�вет 再蔬指匪 搞 入底区 此区域修剪完成后 以横曲发片检查修剪 整理线条 古廊区采用同样方法 以45步角吸拉发片 加入低层次线条 并于顶区做连接修剪 注意靠近耳后发直线的发片 是作为轮过线的法术被保留的 要注意的是 如果耳后堆积了多余的厚重度 就会使整体发型丧失立体感效果 取中心发片设定导线 平行地面提拉发片 并于古廊区做连接修剪 从第二个发片开始 以放射状提拉 同样于古廊区做连接修剪 此区域修剪完后 一定要做十字交叉的检查修剪 来修正切口线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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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侧区 在侧高谷下侧跟上下两区 并在耳上点以低角度提拉发片加入低层次操作 从第二把片开始采用上侧方形进行削减 侧高谷上侧是头谷最圆刃的位置 在此位置上平行地面提拉发片 并以放射状形削 并且与侧高谷下侧做连接 最接近点周围的发片与发气线的法术做连接修剪 削减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手里的发片是否与相应位置上的发术在做连接修剪 在脸周围去角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大字线的生长形状 并且要注意太阳穴上有凹陷形状的线条 所以要将发片聚集在眼角进行修剪 之后还要再聚集到另角位置进行修剪 通过这种操作手法 使最终吸口线条呈现出三对轮过线加入较均匀的层次 这种操作手法 顶区 顶区采取三对头皮90度放射状提拉进行修剪 接修剪把部分完成后 再做去角的确认检查修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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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